今集唱游游步院 入住星野新開溫泉酒店 欣賞彭田美景 探望一撲二食 試玩人力車發掘更美景色 去新開的美術館打卡 當然不少得是色色色色 和看美景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沙朗 Hello 謝謝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福岡啦 YA 這次是我和Frankie的物園之旅 兼生日旅行 整個旅程是11天的 住宿方面和食物方面都會高質一點 我們現在出發去游步院 因為在福岡機場 我們一下機之後 已經有巴士可以直達游步院 福岡機場很小 基本上一出閘 就可以見到巴士換飛中心 一個月之前就可以上網預約了 到時再換飛 因為由機場出發的巴士 其實都挺滿意的 福岡機場地面一出 其實已經是巴士站了 那裡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巴士 我覺得比起先去駁多 再轉游步院之心 其實由機場出發 其實都會方便一些 和起碼快四個節 不知為何這天 巴士班前不是很準時 是遲了大半小時 我們快餓到瘋了 幸好買到零食上車頂頂圖 車程大概兩小時 很快便到了 下車跟著人們走轉彎 便會到達游步院的大街 首先便會見到這個游步院的車站 除了車站 其實附近都有Coin Locker 另外這一邊 這些店舖 都可以保持行李 這麼久以來 我都從來未踏足過九州 今次終於有機會 和Frankie一起探索 九州的美力 游步院這個地方很特別 它有一條很長的溫泉街 我們稍後便會回到酒店 回到酒店前 我們現在先找找有什麼好吃 車站附近都有幾間甜品店 不過我很想試的就是這一間 特龍抹茶雪糕 它有五種濃度 抹茶不是一定不能錯過 我們點了一個陪茶 和一個三倍抹茶 不知道三倍抹茶會有多濃味 這隻顏色是有些 像你平時那些 膽汁不夠才那麼甜 當然是玩了 坐廉航 坐在馬浩邊 我吃雪糕 我們家庭妹妹就是這樣 超濃的 這個三倍 這個好吃到你這個好多 這個是剛剛好 因為這個是第一 我們明天會再逛這條街 這條街非常多食材 尤其是六天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下週來 其實很多店鋪都關掉了 所以我們吃完甜品之後 我們就回酒店 我們明天再來掃個食材 因為巴士遲了 我們只有吃雪糕的時間 之後已經看到旅館的的士等著我們 我訂了油門界四點半的出土 它接我 它是用的士接我 很好 他們很好 游泊院的溫泉是有非常豐富的 泉水量 是全日本No.2的 來到這裡 當然要住一晚溫泉酒店 而這間游泊院界 它是近年才新開的 裡面的景致是很獨特的 第一次入住真正的星野系列的 斜華式的酒店 我上次那些是廉價品牌 現在是斜華度假風 很好 他剛剛介紹這邊就是溫泉 眼前的一片梯田景 相信如果是有水的季節 真的會更加美 不過四季其實都有不同的景致 到晚上就會知道 這裡有幾種房型 我們就入住最基本的那隻 它是沒有爆溫泉的 這間就是我們的房間 這間是standard room 剛剛看了外面 現在的體田是乾坑的狀態 它什麼時候會有水呢 其實大概五六月 如果大家想看到很漂亮的景色 最好選五六月過來 我很期待它晚上開燈 應該會很漂亮 這隻屋子就是裡面有溫泉的獨立屋 不過似乎會被很多人看著 和室裡面就沒有溫泉 就有基本的淋浴設施 木浴、梳洗的用品都非常齊全 謝謝你 謝謝 這個因為沒有袋 所以我們可以打包一個背包 拿著東西過去溫泉 先淋茶 先淋茶 剛剛是職員親手沖給我們的 幼稚茶 我也不好意思 她們只是一個人拿 兩隻手拿起來 好像粗爺 是啊 這裡的職員真的要很大力 但同時也體驗到 他們的服務質素是多麼好 它是走很簡易的路線 但你看到每一樣東西 都是很有質感的 因為用了很多當地的材料去造成 這個梳化都很漂亮 是啊 很漂亮 很想戴回去 這個可以買嗎 剛剛它下面有一個叫做工作坊 好像做一個杯箭的東西 這個是鎖匙來的 一來到已經沒有了 只有分明早做那些店 如果想做這些工作坊的朋友 記得早點訂 浸完就會直接冷 會冷 對 挺好看 現在高湖時代 我們現在去浸溫泉 我們現在去浸溫泉 真的好漂亮 這裡客房不多 裡面的浴場也不大 但盛在夠剩 都幾乎是包場的狀態 你還沒幫我選擇 好嗎 我們晚餐的地方 餐廳有小包箱 二人座位 多數都會安排向窗的方向 就可以看到這個這麼漂亮的夜景 食方面我都數不到有多少味菜 因為每一樣東西都做得很細件 很精緻的照片 好爽 好爽 它有個 一些 天婦羅的蠶豆 還有一個櫻花餅 好像浸濕的狀 是嗎 嗯 剛剛試了一些刺身 其實刺身都沒有 它是有一個很輕微的甜味 我覺得是很好吃的 就是又保持到原味 這個聽拿魚 很肥美 沒有根 很漂亮的刺肉 一見都非常好吃 剛剛你覺得這個我沒有拍到 好爽 原來它是河豚鐵 這個就是炸白魚金鵰 還有野菜的天婦 金鵰真的是 那些魚的鮮甜味 金鵰是不是真的金木鵰 不好 你剛剛問我金木鵰 現在這個就是金木鵰 這個會做出一個蒸 它這樣蒸了 可能眼光 一點 但是它的魚的鮮味 就會落在豆腐上 這個蠅用了豆腐 我覺得不太適合我的口味 我想試試飯 因為飯的樣子很香 很清新的香味 鮮牛很好吃 入口即溶 有多汁 它有這麼淡淡的煙燻香 剛剛吃的摩肉 吃得出來很新鮮 一咬它很香 晚餐的食物很豐富 味道都不錯 加上房間 我都覺得這次挺值得的 兩個人再加早餐 兩個人應該 六千多 其實星野的套餐是超早預訂的 我就是這些 多早呢 限量的 我應該是半年前預訂了 五萬元 計港幣二千多三千元 二千美 睡一晚星阿波都沒有了 超值得 還要是星野的層 所以大家預訂酒店一定要夠早 才可以拿到這麼特別的套餐 今晚的晚餐很不錯 但早餐就相對失色了 加了很多我不吃的豆 我覺得如果選西式會好很多 就算我了 中肯一點說 其實它又不是不好吃的 只不過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好搞笑 有些很小粒的蘿蔔仔 是不是 好可愛 這裡有小小的寶寶店 都有出售這裡的特產 我們現在就要離開 郵報院街 出發去別府了 去到遊報院站 這個Locker很重要 因為大家可能會像我們一樣 去別府再回遊報院 這個Locker可以讓你們擺放三天的行李 因為最後一天 我們要回到這裡 搭一架非常特別的列車 早安,馬馬 它不是小馬,它是巨馬馬 我們不會坐馬車 不過如果大家想坐 就可以去旁邊這個觀光中心 早就要拿走 原來它的馬車是9點 first come first serve 我今宵看到一堆人排隊 原來已經玩完了 這裡原來可以租單車 這裡也有鑰匙 不過你問過我 就不能保持這麼多人 這裡有提供行李寄到旅館的服務 下午3點前辦理都可以送到 這個觀光中心這麼漂亮 還有很多打卡位 嘩,這裡真的很漂亮 這裡有室內室外座位 還有很多旅行的藏書 這麼早來到遊報院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決定乘這輛人力車 現在 因為從來都沒試過 好可愛,幫我們包好了 我們 好厲害 第一次乘人力車 我覺得好可愛 我看到它跑得很快 Franchi也不漂亮 其實這裡也有櫻花步道 很漂亮 你看 人力車可以去到一些遠一點 漂亮一點的地方 Like Kyoto Keep the nature 它會帶我們去一些很漂亮的打卡位 還有跟我們說一下這裡的故事 同館城那個是同一個家民 你問一下嗎? 真的是家民 前面有一座超級高的大山 我不知道是什麼名字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另類遊報院的方法 其實遊報院它是保留了很多自然的環境 是特地去保留的 而且它不想起那麼多高樓大 但是別府呢 待會我們去的時候就會看到 那邊是會多很多高樓 我們就很少看到 因為這裡經常會有很多雲 現在我們很幸運 可以看到那頂 剛剛司機大哥說 他們遊報院 是每一個人家裡都會有他們自己的溫泉 因為一開就有 開就有 因為周圍都有地熱 所以周圍都會有 這個工具是有Hot Spring的 是可以轉地去發掘Hot Spring 這間旅館裡面的Boss 我大概幾十年前 就去德國那邊學習了 怎樣融入溫泉 建立一個自然的環境 去做觀光 後來就令到 由報院這裏就變得非常出名 這裡都是由灰鹽設計的 這間博物館 裡面都進駐了很多不同藝術家的作品 我很想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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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博物館其實都在疫情期間新開 它是由污染設計的 裡面有兩棟建築物 一邊是室內的展示區 一邊是戶外的展示區 裡面可以看到村上龍的微笑太陽花的作品 還有攝影大師 插滿博師海景系列的作品 我最喜歡宮島達南這個藝術裝置 很好拍 裡面這麼優勝的環境 很適合大家吃完早餐過來看藝術品 最後一定不能錯過內涼美子的雕塑大狗 在由報院的背景襯托下 真的變成一個最美的風景畫作 另外一邊就是小亮的雕塑作品 早到朋友記得去BeatSpeed買他的蛋糕卷 這裡賣的不是普通的瑞士卷 他聲稱是世界上最美美的生魚蛋糕卷 這個是很夠歡迎的 芝士蛋糕 蛋糕卷這麼heavy 我當然吃不下 我要留肚吃這個半熟芝士蛋糕 他獲得四年雙鳥世界甜品的冠軍 這個加上布甸只是570元 不太好吃 雖然是芝士 但是做得不錯 但布甸就比較普通 由報院由車站走到金輪回沿途 都是小吃 記得不要這麼快打爆 這間真的超級受歡迎 這就是傳說中金獎獸賞的可樂餅 它的牛味很香 還有文雪它的薯仔 它是用了那個叫藍鳥薯 所以是特別喜歡的 這個好吃 這間叫吉吳的店 是有極度推介的炸雞店 它是來自大芬園中津市的炸雞聖地 這次這個旅程 我們是吃了兩次的這間店 可想而知是多好吃 我們吃了元祖 還有吃了柚子胡椒口味 還叫了雞腎 文雪它中津醬油 令到雞肉吃下去的時候很軟滑 很juicy 加上它的脆皮 真的超好吃 還有最想不到這個雞腎才是大佬 炸到剛剛好熟 超爽脆 大家一定要叫 哇,芝麻很香 超好吃的芝麻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一個是西蘭 一個是蘭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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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都挺有口氣的 嗯 我記得網友說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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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吃過其他的網友 甚至是沒那麼好吃的 很搞笑的 魚竹湯 腳皮魚 真的 另外一個大家很喜歡打卡的 就是這個 Farer Village 進去好像去了一個童話小鎮 有售賣很多著名卡通的周邊商品 每一間小屋 裡面其實都是一間店 由公其進的龍貓 神隱少女 魔女雜急便 甚至有Pokemon 等等等等都會有 裡面還有一個小型的動物園圈區 好可愛 臉 好可愛 YES SYES 看來兩隻小寶寶 動物就真的很可愛 但是他們圈養的環境太細了 太不人道 金淪湖明明是20分鐘的路程 我們走了一個多小時 因為周圍的東西太多 太美 太顏花緹亂 經過這個Snowpee茶屋又想進去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走到金輪湖 不少有人會選擇住在金輪湖附近 她一早起床就可以看她的神舞 很漂亮 拍出來是特別的 再漂亮多 我覺得比實景更漂亮 很漂亮 嘩!好漂亮啊! 嘩!好漂亮啊! 這個就是金輪湖最漂亮的打卡位 如果是秋天的話 上面的樹枝更加是紅葉 神舞就沒那麼神心拍 不過這裡的確是一個很上鏡的景點 加一點感覺看是不是一樣有感覺呢? 走出來由步遠通的入口 來個巴士站 半個小時就可以去到別府了 下集有別府地獄 別府那麼多地獄 哪個最值得去? 試到必試的香土料理 地獄燒 入住別府新開的人氣Glamping 超秀角還有一陣溫泉 去到動物園 為獅子老虎猛獸 想支持我的創作 可以成為頻道會員 我每次旅行回來都可以抽選手信福袋 有什麼旅行疑問都歡迎向我查詢 還可以下載我的超級行程表 包時間班辭 有用連結 餐廳介紹 洗肺預說 景點介紹等等詳細的資料 每個行程時間和景點都會連接去承換案內 還有Google Map 方便你隨時更改行程 成為會員就可以立即下載了 爹 那種小事 座原廠 üh評審 了 猶如 每個行程 烈